熊熊大火伴隨著濃煙從建築物頂部不停竄出 消防人員在雲梯車上灑水灌旧 美國邁阿密一棟四層樓公寓遭人縱火 緊急疏散公寓內的居民 根據調查這起火警發生在當地時間10號早上8點左右 嫌犯在公寓朝一名建築工人開槍後 最後縱火燒了整棟大樓 警方在三樓發現這名中槍的建築工人 送醫後情況十分危急 由於公寓內有很多坐輪椅行動不便的老人 當局出動126名消防員來協助疏散 經過長達8小時火事才被控制住 救火過程中有3名消防員因過熱中暑送醫 大火引發的農煙還飄到附近的95號洲際公路和邁阿密市區 目前邁阿密警方已經抓到一名嫌犯 要釐清他的縱火動機 這也是邁阿密二十五年來第一次發生的三級火警 這也是邁阿密二十五年來第一次發生的三級火警